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林慧慧小姐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中国小姐第一名是 十六号 林慧慧小姐 我们恭喜林慧慧得到一千万元的奖赏 欢迎来到华尔街电视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国 很多人对于选美非常好奇 大家都不知道选美背后的甘苦谈 然后对于这种选美的皇后 也充满了好奇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 为您请到中国小姐林慧慧 林慧慧她这个琴棋书画 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 非常非常精通 那这个有亮丽的外表 然后也有这个闲实的内在 慧慧跟观众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林慧慧 很高兴今天在视信里头 跟大家见面 非常荣幸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这个room 然后如果说中间不是很会操作 也请各位多多包含 所以我现在就坐定在这一边 然后跟大家畅谈一些我的事情 那我想问主持人 现在想要问我的是什么问题 那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好 慧慧 那个我知道你在1988年 荣获中国小姐第一名 然后也得到了这个 机制的问答的最佳奖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是什么姻缘忌讳 让你去参加这个选美 那中间有没有哪些事情 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的 然后你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 因为我是在1988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评办选美有23年了 那首次恢复选美 那我本来已经之前 我就在画画 那时候是画的是外销画 就销到那个欧美啊 那我觉得画的外销画 好像也很没有成就感 那刚好后来我去 跟我老师上课的时候 学画的时候 那个师母就跟我讲 哎呀 那个中国时报 有开灯那个选美报名 你有没有报啊 那因为我家以前是 那个病的是中央日报嘛 是送的 后来我就去买了 那个一份那个中国时报 你看啊 那个有报名选美 刚好因为我那时候年龄啊 已经刚好很吃紧了 就是在那个选美的那个最高年龄 就我刚好是在那个年龄 在隔一年我就没办法参加了 之后又要赶紧报名 就报名那我刚好就搭上了 选美的末班车 结果也很庆幸的 一路上过关斩将 然后选美当时选了 最佳鸡之小姐 然后又当选了那个第一名 那我不但当选那个中国小姐第一名 我还代表台湾去参加 世界性的选美比赛 那时候是有55个国家 我那个我从55个国家 当选世界性的选美第五名 所以等于也算是为了台湾 这个选美真光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那我可以看得出来啊 你到现在还是厌光四射 那我会会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这个刚刚你跟观众介绍了 你的为什么机缘巧合 刚好是因为报纸上有灯 然后你去这个学画画 刚好画画的这个先生跟你讲 那这个都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那当时你在参加这个选美比赛的时候 家人的反应是如何的 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样看这个选美 还有另外就是整个周遭 然后当时选美有没有给你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生活跟新鲜感 你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 好的 因为我那时候参加那个选美的时候 当然因为也是搭上末班车 然后那时候有全台湾嘛 很多的那个都是年轻小姐嘛 都是25下年龄 就是我那个年纪 甚至于比我小很多 大概18岁以上25下的年龄 然后来报名参加有数百位 那时候因为台湾那个年 大概有400多位小姐来报名 那报名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参加那个选美的时候 我这蛮多人都鼓励 我觉得我的那个样子 很适合参加选美 然后又还有那个冠军像 后来我报名 我出赛的时候 就得到冠军 就很快就入围了 入围了就受训集训 但是我在那个选美的时候 因为大概可能也是苏打招风 苏打招风 因为每个小姐她都是想要当选第一名 那我们这时候入围的时候就有30位 30位 然后要再从里头再挑出15位 然后再挑出前五名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有个肯心 很多的媒体记者都来 全部都是在帮我拍照 因为我那个那时候好像 就是媒体都喜欢很关注我 她报纸那时候都在登 哎呀哪一个小姐最有惯心下 那都是在介绍我 那时候我上报几率也很高 就我其实我在里面也很小心 因为我知道在里头苏打招风 招气 我那时候会被人家陷害 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 变得移出移出移出积害 所以我在里头那些小姐有的时候跟我斗 斗我 我其实我都闷不吭气 我都冷下来 然后也不去跟她们去计较 那我真的是在里面集聚的时候 说实在我是吃了不少骨头 人家斗的那些心境 真的很不好受 但是最后 哎我那时候 其实蛮多人在 那时候你们小姐都照我聊 就后来但是 他评审还是蛮公平的 就一看我出来 就是有一个大象之风 结果我那时候选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名跟第二名相差几十分 超过三十分以上 那个分数拉的距离很远 所以我那时候 但算是那个非常高分 当选第一名的 当选了之后呢 我那时候就参加国际加热小姐 学美参加国际加热小姐 学美参加国际加热小姐 学的时候 那时候 外国的加热 他们个子也都比较高 像我这样身材的就很多了 那也是很竞争 那没有我 我们像东方女孩子 像我这样子的那个个子 说实在还比较不多 所以我可以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美 那也很荣幸 我在那个重加历中 我当选了第五名 当选第五名之后 我很快然后后来就有时候后来常常被邀请到那个国外 而捐位侨胞啊 然后那我又很多才艺 我又会唱金曲 昆曲还有古增 那我又会国化 那就他们那个捐位侨胞 那时候停办23年的中国小姐产生 所以那时候马上就被邀请到那个美嘉地区去巡违侨胖 所以那时候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绝美之后呢 那一年当中就后来卸任了 卸任之后结果也是未来会有些彷徨 因为我走演艺圈那个我个子很高 没有人跟我拍戏 所以走演艺圈可能也不是很适合 因为比较跟我搭档的男主角 比较难找 但是那时候有找过来拍戏 有拍戏 结果后来 那个戏后来传播公司 那家传播公司又倒掉了 就我一个八点挡平去去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后来我就还是从事绘画 那我那时候记者有问我说 你卸任之后未来的展望是怎样 我说我要当个女画家 我要开画展 因为我在学美前的时候 已经学画学了有四年了 所以我后来就很快的 我就在那个卸任当中 大概一年左右 我就准备了 大概画了八十几幅画 然后后来就开了 我首次的画展 在那个新生画廊 那个新生画廊的时候 画了然后卖得很不错 就卖得很不错 结果就有经纪人来找上我 找上我之后 就帮我在那个两岸开展览 然后还有台湾的那个北中南全省 就我开画展 后来开了很多 现在已经超过三十次的个展 然后再加上那个海内外的年展 那个真的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 后来也有这样的出来 所以我的人生就出了开画展 然后我也会鼓声弹唱 鼓声弹唱 所以我也常常开画展的时候 然后有的时候开幕的时候 就找我来那个做开场 鼓声的开场表演 所以我的最近这几年 那个也是常常受邀 然后当那个我们扬州同乡会的那个清善大使 还有那个港澳台澳 那个协会的清善大使 所以这几年来都是常常去海外这样子表演 然后展览 做文化教练活动 是 我读的是华干艺术学校 国剧科 现在已经这个科院读的人很少了 所以就没有国剧科了 但是我从十五岁开始 国中毕业进了高中 又开始学京剧 后来我读国的台湾系续学院 读大学 我又读的是巨场艺术学系 然后到了研究所 我读的是美术研究所 所以我拥有那个艺术学的 学士跟硕士学位 所以我今天带来 我现在来带来一首那个昆曲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昆曲 牡丹亭 牡丹亭 它里面有游园经梦 还有徐梦 我带来这一首是徐梦 徐梦叫做特特令 就是杜丽良 他在那个花园里头 他睡着了梦到了 他的心目中的柳梦眉 后来醒来之后 哎呀 这个是一场梦 但是他之后来常常到花园里头 去徐梦 他在梦中的那个柳梦眉 所以我就唱这首特特令 就是徐梦里头的一个唱段 太好了 观众真的有耳福啊 有请了 等一下 好 好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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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早上 上次還沒開我先抱一杯水喝一下 等一下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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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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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慧慧真的謝謝你 我們觀眾真的有耳福 真的有耳福 那個慧慧真的是太感謝了 你這個真的是才藝才藝非常棒 啊 那呃剛好你提到就是說這個啊除了繪畫啊 那你我我剛剛你也提到你是這個繪畫的碩士嘛 那整個你對等於說是從小就開始進入了這個藝術哦 这个领域里面 而且对于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 这个文化艺术 你可以说是非常 我刚提到这个琴棋书画 尤其你画国画也是 这个非常棒 那我知道2008年以后 你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 就是说你把中西的这个画 画作的一些技巧 融合在一起 创立了你自己的 所谓的炫彩画 你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发觉就是 除了你刚刚这个唱这个曲 那你对绘画 其实有一直非常执着的兴趣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观众谈一下 这个你在绘画里面 得到了哪些东西 好的 因为我过去画的 都是很传统的画 我是最早的时候 我是从工笔画学起 后来改成写意花绘 我那时候画很多多半都是花鸟 花鸟后来我又去学了 因为我蛮喜欢山川水秀 那个风景画 后来我又去学了 那个山水画 又跟山水老师学 所以我拜师 我都是跟明家学 我拜了有五位老师 蛮多老师的 所以就学了很多的精华 但是后来 有一次 大概你们会知道 台湾有一个画和花的画家 叫做张杰 是 才很有名 我就遇到张杰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再画老师的画了 他说你画来画去 你的影子都是老师的画 他说你永远跳脱不出 你自己的风格 他叫我要改变 就改变后来 我就后来 我就那时候就常常去 那个 因为刚开始要改变 自己的风格时候 我就要去参观很多的画展 看看人家的不同的风格的画 然后然后再找出 我自己的定位出来 就刚刚后来我就 也是在一个画廊的老板 他也是提示我 叫我那个 因为中国传统的国画 他都属于水墨 很淡 那我就可以把颜色 因为他说我选美出来 就代表艳蜜 那我颜色就可以 稍微加重一点 比较重彩的颜色 后来我就画了那个 我就把那个中西河地 因为我后来中间 也有去学西化 油画 雅特里化 后来我就把那个中西河地 就改成我自己的那个画 然后把国画 国画的笔触 纸张 然后用那个西方的那个色彩 然后因为西方的 中国它是水墨 那我再加上那个西方的光影出来 然后就变得有前后的那个 跳脱出来 就变得比较立体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 就开始就常常去写身 然后我就颜料 就开始我就研究 研究又用购买什么颜料 它就比较重的颜色 而且就配色 因为我们的那个国画 传统国画 白酒的会发霉 发黄 这个纸张就比较 但是你如果说整部画 你不留白 然后就有空间 有远近都有色彩 那个画就不容易发霉 所以我后来画这个炫彩画 我就改名叫炫彩 因为它也是很炫 跳跃 所以我就叫炫彩画 那它那个画就是比较艳 但是艳而不俗 我就从那个花卉风景 然后就画了就很立体 很生动颜色 然后我用的纸张 后来也改变了纸张 我就选择另外的那种 像金盒子 它比较不容易画破的那种纸 然后我就画就一直慢慢 这样子演变出来 然后就慢慢的 就跳脱出我自己的风格 所以你家看到这个画 你看就知道 这是林卉卉的画 所以我现在的话 人家一想 而且那个炫彩画 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所以人家讲的炫彩画家 马上就想说 哎呀 是林卉卉 所以我现在已经 也等于说 闯出我自己的风格 跟我自己的这个炫彩的这种名 因为为什么我要取名炫彩 我不要用别人 其实我画的话也是等于说 像彩莫画 像张大千 他叫泼墨 你想到泼墨画 你就会想到那个泼墨 泼墨仙人 哎呀 那个八大三人 朱大 那你会想到那个什么 张大千 想到泼墨的话 你就会想到张大千 泼彩 张大千 所以那我就跟人家名字 我就不要一样 我就叫炫彩 没有人取这个名字 因为我第一个唯一的炫彩 所以一讲到炫彩 就是明慧慧 这个话就是明慧慧话 叫炫彩话 所以我自己经过 就是2008年之后 我自己的画风开始慢慢改变了 然后我就也慢慢就跳脱 老师的那种画风格出来了 因为我跟着老师走的话 永远跳脱不出来 人家 因为我 人家一看说 这是某某画家的画 你是画谁的谁的画 像我以前跟那个江明星学画 人家看到我那个水墨画 这是江明星 你是江明星的学生 因为永远我都跳脱不出老师 我现在一换我这 这是明慧慧 所以我觉得像 这些年来的改变突破 对我乃是有帮助 非常的恭喜你 在绘画领域 也找到自己的特色 跟一片天空 以后真的我们一听到炫彩话 就会想到明慧慧 那慧慧我知道 你非常的具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喜好 然后你也致力于 就是以这个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作为你的职业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 可以说是以画会友 然后以这种 你的这种才艺 参加了很多的两岸的活动 那你的心得是什么 你的对于两岸文化交流 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体会 好的因为 我因为大概对我选美 我选美出来的 本身就有一个头衔出来 一个选美冠军的头衔出来 那再加上我那个又很多的这个才艺绘画 然后我鼓针弹唱 然后所以那个最早的时候 后来是有一个画家 他本身就有一个协会 港澳台协会 那个艺术家协会 他就后来就请我 当他的那个文化交流 清善大使 结果他就 因为他那时候 我们到厦门去 他看到我 我会鼓针弹鼓针 然后还会唱 他就叫我 就加入他这个协会 然后他就挂给我一个 那个清善 文化交流清善大使 这个头衔 然后就带着我到那个 大陆很多地方 还有正是台湾 然后人家大陆来的时候 然后做交流 也都是派我当代表 然后来表演 结果就这样子 后来别人 别的地方看到我这样子 也就邀请我 后来我就这几年来 就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 这个两岸交流 然后去大陆 去了好多 好多的省的表演 那也因为有 因为我不局限于光话 我还可以现场辉好 那有的人 他没办法现场辉好 他必须关系大门 在那种话 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你也看不到 但我可以现场话 所以等于又有 现场表演会话 然后又有现场表演 那个鼓针弹唱的这个作用 所以对文化交流的这个活动 是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就蛮受欢迎的大陆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要不然我每年去好多的地方 去文化交流表演 像澳门 那个中国大陆 韩国 泰国 我都去过 那个美加地区都去过 所以 我说这几年来 当这一个文化交流 清善大师 给我的心得是蛮好的 因为再加上 我其实我本身 我父母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是江苏人 江苏扬州人 那加上我从小 我也是讲了一口扬州话 我们都在家里 都讲家乡话 所以我去交流的时候 然后 尤其到那个 有的时候到那个 中国大陆 然后他们一看到我 然后有时候都会叫我 讲讲家乡话 那就很有亲切感 那我们又是两岸一家亲 那我们共缘这个 两岸的中国梦 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是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两岸的交流的 大家互相融合 互相交流 互相去玩啊 然后表演啊 互相的那个 考察对方的那些话 吸收也很多 对我来讲 真的是帮助买大的 尤其中国大陆的那个话 书法 我很喜欢中国大陆书法 真的是 他们的书法都蛮强的 像我上次去年 去中国大陆 然后我在大陆 就是卖了不少话 然后有看到他们 很多书法家 写了一首好书法 因为我比较着重 在绘画方面 我书法就比较没那么强 那我在那边也 跟他们学书法去练 就我 几个月来 我的书法也进步很多 所以这个两岸交流 真的是书法方面 真的让我精进不少 是 惠惠我知道啊 那个你常常到大陆去交流 然后这边问了一个 比较私密的问题啊 就是说除了你刚刚提到 你的你主籍是江苏扬州啊 然后你也透露了 你的扬州话讲得很好啊 那除了去扬州以外啊 格外亲切以外 你有没有 因为你去了太多的城市啊 你有没有心里面想到 有特别喜欢的城市 为什么 除了扬州以外哦 对好 我那时候有去那个 清海省 格尔牧师 然后我们还去昆仁山 去那边玩 那边我已经去 他连续两年都邀请我去 那边给我的印象就是 我很喜欢那边的美味 我还要去甘肃 因为甘肃也在清海 因为甘肃也在清海 我很喜欢那边的美食啊 那个兰州拉面 然后我去格尔牧的时候 吃个烤群羊 然后他们就是给我们挂那个 那边好像都是蛮多的西藏人 然后我们交流的时候 在那个蒙古包啊 那个蒙古包里面 然后挂那个 那个蓝色有个白色的 那个橡围形挂在这边 然后大家敬酒 然后唱歌 唱歌 然后一人喝三杯酒 这样子 然后一寻 寻下来 很多人就喝醉了 对 那个一喝醉的时候 大家的本性就更自然了 他不会感觉说假假的 那因为我过去很多都是去比较大的城市 像那个上海北京啊 这些 那可是我到了那个清海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人的个性很朴实 我比较喜欢那边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就是那个 中国的原汁原味 我不喜欢那个现代归现代 但是我喜欢 我还是喜欢他们的那个 没有改变的那种 比较乡土的那种传统的那种风格 那种真情流露 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在古代的感觉 对我还蛮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去那个 清海神 那个格尔木啊 然后还有对 我去那个昆仑山嘛 因为这种要去昆仑山去玩 这种机会真的不容易 不是很多 尤其 有的那种又高山上 到那边有时候会头顶 会痛 然后所以到那边去 然后那边有山上又雪很冷 哎呦 那个整个天路啊 那个远远一望无际 好美美都不得了 然后又看到了那边的那个什么 野驴啊 驴子 那边的野驴 然后有的时候还看到那个 好多那个羊群 然后跟那个狼 比如说在车上看 那个狼 那个狼是孤独的一只 像那个狼在那个草坪上走 所以那个一路 一路上啊 就是以前那个电影画面 那个那个全部就 我身临其境的 然后走到那边 走到了天路 看到了天路 是这么漂亮 然后尤其那边的云彩 因为有雪的 那个天空的云 那个很美很美 跟平常我们在平地 都是看到的那个天上的云 我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那种特别的 特别的算是雾雾的 感觉真的像一个人间先进的感觉 我现在真的明白了 那个惠惠真的是 不仅是古典美 而且也真的很喜欢大自然 也愿意接受这个 中国特有特色的 属于中国特色的 各地的民情跟风光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中国小姐林惠惠 接受我们的访问 而且真的是万分的荣幸 能够听到惠惠的表演 真的非常感谢 希望下次还有更多的机会来采放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画作品 我自己写的一个作品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这是我画的 哇 蓝 是 哇真的栩栩如生 对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我很喜欢五单花 我就画这个 五单 看得清楚吗 很清楚 很好 对 这是我的画作 五单 最后我也希望 很希望就是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然后再昏度网日 两岸交流 然后再到更多的地方 好的 其实我现在很想去 很想去的地方 越北方 我越想去 对 很想再到其他的 那个没有去过的 还那么多 我也很想去 那个西藏 然后还有 以前那个 对 我很想去西藏 然后希望下次很有机会 然后两岸交流 肯定有机会的 肯定有机会的 再去 更多的那个神 然后去游历观光 然后再做文化交流 也做够 好的 非常谢谢惠惠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这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观众 谢谢惠惠 谢谢各位 谢谢 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ыват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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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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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